美麗不止世俗定義的那樣而已 只要你今天覺得你自己是美的 你就是妹的好不好 突然變成心裡激動了 Hi 大家好 我是Opera 今天很高興收到我的愛牌寶拉甄選的邀請 Yes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30歲過往 其實從大油肌就是有慢慢講下來 大家也知道我講過非常多次 那我在我愛牌愛用品寶拉甄選的2%水癢酸 上面選擇也會稍稍的有點不同 再將這個月是寶拉甄選25週年慶 登 所以有準備了一些關於自己的QA 所以如果對這個QA還有我水洋酸的選擇 上有什麼不同有興趣的話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好 其實我30歲過後呢 我跟大家說過非常多次 我從非常非常油的人 就是我的眼鏡都會滑下來 那個程度10分來說呢 我已經漸漸的降到7到6.5分 就是我把它視為30歲上天送給我的禮物 就是我臉頰傷態也是去摸它居然是乾的 我就想說Holy Mama Who Am I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誰這樣 所以我以前呢 夏天一定一定會用的 大家一定知道就是寶拉甄選2%水癢酸精華 就是我這一罐大概用了5到6罐左右 絕對不誇張了 從我以前的過年Vlog 到後來我的客家女子單元 這個都不知道露出多少次 我會直接用這個POLA'S CHOICE的水癢酸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最近我臉在發光的重點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額頭真的都在發光 然後臉也都在發光 然後它現在有一個新的包裝 就非常的漂亮 2%水癢酸精華 所以我現在就是目前在使用這個 這個是我的空瓶這樣 那我以前是夏天絕對絕對會用 一出我的浴室或是我的化妝間 男友就會說 你今天用寶拉甄選 沒錯 就是那種亮度跟那種油感的感覺 就真的是打開到DiscoBone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之前一直一直不斷推薦大家說 如果毛孔粗大、油肌、夏天想要消除粉刺的人 真的可以用2%水癢酸精華液這一罐 然後我水癢酸精華液呢 以前大概是一週用3到4次 我就覺得非常的勇敢 就是粉刺消除的部分 還有整個臉的提亮度都非常的好 那這一次呢 廠商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是用這個 抗老化2%水癢酸緊緻毛孔精露 AKA 2%精露 那它抗老化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有加一些抗老化成分跟靜白的成分 不僅在你的毛孔粗大跟粉刺很多的地方可以幫你處理掉之外呢 它還有針對痘疤跟暗沉部分 這部分是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感 就是我這兩個月試用下來 我覺得用這一瓶啦 它真的是更溫和 如果用到這個的話 抗老化精露的話 我一週一樣用3到4次的 皮膚狀況都還是維持得非常好 就我皮膚給這一瓶的反饋效果是非常好的 提亮效果一樣也有 然後粉刺除的也非常好以外呢 整體的雲亮亮白的感覺 尤其是我很多chew zen去摳那個豆疤的部分 效果都非常的好 它比相對來說就是比較溫和一點 它pH接近4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啊 就是有機從10分降到7分6分的人啊 我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這一款緊緻毛孔精露 因為我覺得它在豆疤跟暗沉的部分 效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最近呢 我還有被表姐燒到一個東西 就是水洋酸媒體噴霧 這一罐是我自己買的所以我還在試用中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比較粗魯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倒在我的化妝棉上 然後猛擦猛擦 因為就想說 呃去角質嘛 那我就是要猛擦用力擦 就是用嚕的方式 我現在只會呢 倒幾滴在我的化妝棉上呢 用拍打的方式 拍打在我覺得呢 皮膚比較粗糙的地方 尤其是像我的這個鼻頭啊 戴眼鏡的部分超級無敵 長那種很極小的粉絲 可是那種極小的粉絲 就是你一去碰它就會黑黑的這樣 哇冒帥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超級無敵討厭 那種粉絲就是密集恐懼症的 非常非常討厭 然後我下巴也會拍 是因為 不是因為我下巴毛孔粗大感 是因為我下巴非常多 生理痘的痘疤 雖然我現在一個月 大概也會長個 一到兩顆而已 跟以前的五六顆差非常多 但是還是會有痘疤 因為我會手前去摳打 或是一些色素沉澱 所以我就會用拍打的方式 拍在我粗糙的地方 尤其是我現在睡前 就會稍微用手去摸 只要我稍微摸到 有一點粗糙的地方就是 欸有一點多囉 隔天就會立刻拿出 寶大針券的毛孔精露 立刻用拍的方式去拍它 拍在我毛孔粗大 粉刺很多的地方 有痘疤的地方 跟皮膚摸起來粗糙的地方 我就會針對這幾個問題區 去用毛孔精露 我會再用自己的保濕 精華液或是乳液 就是看你們自己皮膚的狀況 然後還有一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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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重點 就是毛孔精露它是水洋酸 所以你用完它之後呢 一定要認真的防曬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現在的防曬 也非常的認真 因為以免自己的臉 也在出現更多的斑 所以一定要用 像我都是用SPF50的物理性防曬呢 擦整臉 然後甚至帶到脖子 就是因為你有用酸類的成分 然後你出門會有一些紫外線造色什麼 所以記得防曬一定要做好喔 好我從大油田啊 一直用到現在 大概是混合朋友的狀態 都一直有把寶娃針選 放在我的人生愛用品裡面 好這個月呢 又是全球寶娃針選的25週年慶 生快樂 所以我就受他們的邀請 一同來響應這個 美麗有你定義的活動 想跟大家聊聊說 大家心目中美的定義是什麼 美跟模樣是什麼 他們其實有列五個問題 但是 我就會稍微的把它 綜合起來一起回答 首先呢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經歷過這麼多角色 心態上是如何跟轉變跟調適 然後為什麼有勇氣跟自信 創立美妝頻道 其實我那時候心態上就是覺得說 我自己應該就是要做什麼項目 你以前是學生就應該要做 學生就有學生的樣子 不是說你成績一定要多好 但至少你應該要做到 你應該要去上課 你應該要完成功課 然後在課業外面 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是一個 做學生的本分 那我自己變成上班族之後啊 其實到後來變公關 有一次遇到工作評級以後 就覺得 我一直長年以來 在看的美妝YouTuber 我為什麼不自己做做看 然後我以前也有說過 美妝YouTuber 不是我夢想裡面的工作 他只是一個 我自己權衡下覺得 我可以一方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一方面又可以賺到錢 的一個很美好的結合這樣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啊 在任何工作上面 你一定要去闖闖看 你才會知道適不適合自己 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說 這條路一定是對的 就連你自己現在看五年前的自己 你也沒辦法很肯定的跟他說 可是你如果走另外一條路 一定會很順利 所以我覺得 對於任何工作心態上面 角色轉換就是做就對了 先做再說 先闖闖看 你才知道自己適合的是什麼 好那至於 怎麼樣走過低潮 跟低潮過後 怎麼樣迎接 更漂亮的模樣的自己呢 呃 低潮我覺得人人都會有 因為我之前一直講過 我覺得低潮過後 迎接的就是高潮 可是這句話真的很虛幻 就是我現在就在經歷低潮 我哪管的像什麼 叫做高潮的感覺這樣 那我自己其實現在 也算是一個 微低潮吧 因為我的身體狀況就是 你們也知道 我最近一直在跑醫院做檢查 因為身體就是 確實出了一些狀況 那因為身體呢 就會影響心理 那心理呢 就會影響到我的工作 就導致我的工作效率呢 變差 然後工作的時間 要拉更長才能去完成 我平常可以 很簡單完成的工作 就會讓自己整個 在一個低潮循環下面 那如何走過低潮呢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心理上 有狀況的話呢 一定要找到一個出口 包括看醫生跟朋友聊天 跟自己親密的朋友聊天 把這一件事情抒發出去 再來就是 少別的重心 那像我自己 因為身體的狀況呢 前一陣子停掉運動 那最近呢 就希望自己 可以再把運動找回來 靠流放一些能量釋放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狀況更好 然後讓自己的心理狀況 也會慢慢的恢復 更順利健康這樣 再來就是你覺得什麼狀態 是自己最美麗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其實是 我雖然身體有一些狀況 然後因為身體的狀況 導致身形跟以前差非常非常多 自己非常不滿意 很多漂亮衣服我都穿不下了 但是我卻覺得 現在很努力生活的我 跟男友跟我們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們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們就是真心的靠自己 真心的努力讓自己變更好 讓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 因為自己可以好好生活 然後再用自己的小小餘力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 流浪狗 流浪貓 或者是甚至 需要幫助的其他團體什麼的 我覺得努力生活 好好做一件事情的人 是最漂亮的 就像我現在 好好地去治療 然後可以好好花時間 幫自己保養 好好的唱一首歌 好好的錄一個影片 然後就存錢買iPad 然後好好的把一個插號 畫得更漂亮更精緻 這個時候的我 是我覺得我自己最漂亮的時候 覺得我現在自己 還是在微低潮的狀況下 但因為我自己的努力 跟身邊的人很努力 跟我自己有及時的求救 我覺得有自己 慢慢把自己拉上的軌道 所以也期許大家 就是如果你自己真的發現 自己的身體或心理 有任何狀況的話 一定要先找到出口 找醫生求救 找專業的窗口求救 找自己身邊的朋友 先釋出求救 需要都是很重要的喔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然後慢慢把自己的 從低潮拉上來正常軌道 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跟工作 都可以越來越順利 然後一定要記得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美麗不只世俗定義的那樣而已 只要你今天覺得 你自己是美的 你就是妹的 好不好 突然變成心裡激烈了 好了 今天感覺寶拉甄選呢 邀請我就是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同時 還是要跟大家工商一下 就是2%水氧酸毛孔筋鹿 現在對於我這個 沒有這麼油的肌膚來說 然後還有豆疤暗沉 抗老進化來說 效果真的非常的棒 抗老的部分呢 我自己還沒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可能也還沒有到很老 就是31歲又8個月 但是呢 我覺得在毛孔緊緻 粉刺處理 天啊又要下雷雨 毛孔緊緻 粉刺 處理 然後還有豆疤暗沉的部分 它處理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把它甄選 關我看看喔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 就是我30 30 30歲過後呢 所以如果對QA跟這個保養性 所以如果對QA還有我的保養品 有什麼重新選 所以如果對這個QA 還有對我新的保養品